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另外一位 先入历程几经风波的暖男杨一展 曾经罹患忧郁症的他 又是如何走出阴霾 迎向阳光的呢 马上进入本集的节目 高中你就存一笔钱去美国 对 因为我高中毕业开始 就踏上模特儿这个行业 所以模特儿赚到一笔钱之后 然后就决定去美国 我想出国嘛 那时候我选择 我人生第一个国家要去哪里 美国军事 我就想说我要去美国 美国 不辞千辛万苦 抱着要当兵的身份 还要托我爸妈下来签合约 我才能出国 那时候签证很麻烦的 对 对不对 还有兵役问题 两个月要回来一次 可是为什么就执意说要出国 是不是跟失恋有关 也没有 就是想说我要看我人生第一个国家 想踏出去看看 对 求知欲很強吧 那時候 我就去了 然後錢也花光了 也沒錢了 我的好朋友就很酷的 把我在那邊應徵模特兒 結果我還是被錄用了 然後遇到一個亞洲的導演 一直用我 他就讓我賺房租費 我就跟著他整個Westco 到St. Frank 整個都玩片了 有廣告接 你要我當Extra OK fine 如果你今天運氣好 試上來比較好的角色 我就去賺 所以那時候對我一個 拓展國際觀 我覺得還滿有影響的 回來之後就 更讓我覺得表演好好玩 因為在那裡也是要表演 後來我當完兵回來之後 馬上就進入了 運氣很好 就進入到 馬拉星師的演出 就正好接在幼威之後 這樣子 所以他從以前就喜歡表演 一開始只是想說 賺賺零用錢打工的心態 最後就把他變成了自己一個 喜歡的一個職業 現在對於演員這件事情 是有又愛又恨嗎 還是非常享受在其中 我是還滿享受在其中的 就是因為二十幾歲的時候 有想說我要不要把自己當成 是他一輩子的職業 那時候其實我有主持 有主持旅遊節目 可是後來想一想之後 我還是覺得我回來演戲吧 演戲可以跳脫自己的個性 然後完完全全投入另外一個人 然後又可以讓大家走在路上 聽到說你演過哪部戲 那是我覺得最開心的事情 所以你算是很早就已經確定 自己要走演員這一塊路了 對 大概是二十五 二十六的時候 所以有時候在街上 人家叫你戲裡面的名字 其實有時候會覺得滿開心的 對不對 現在一定很多人叫你 方偉德 對啊 方偉德 你可是你死了嗎 我會出現在便利商店 之前那個笑話我笑死了 對 那很有成就感的 對 然後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不禁我們真的要問一下 新聞那麼大 其實戲結束就像你說的 大家就是會各奔自己要 下一個工作的領域 對啊 那我必須說真的大家聯絡少了些 對 不是只有我 五人幫其他演員也都是 大家去演電影的啦 開始拍戲的啦 對 就會比較少 但是比如說生日的祝福 問候什麼要問上的 我覺得我們彼此之間 那個友誼是在的 所以能夠演到一部好戲 也真的是一個 真的 這個故事 要非常謝謝林心如 也身兼製作人演員 也是朋友 那真的謝謝給了我這個機會 對 這個是我覺得是人生 很難得遇到這樣的本 然後這樣的工作團隊 這樣的演員之間的默契 對 就像我們演兩個爸爸的時候 也是很難能可貴的一個組合 真的 真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點點滴滴 我又是靠這個為置業的 我覺得那個真的叫 天時 地利 人和 演戲知道這個三個東西 啪啪啪 才有可能會營造一個 很棒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他很能堅持 好像可以跟年輕朋友講 如何堅持走到最後 對 因為昨天你沒有低潮嗎 或什麼 就會想要猶豫的時候覺得說 我到底要不要繼續走下去 我那時候跟我爸爸講 就像我們一直有討論到就是 這個行業不固定 對 你有了這一出 你不知道下一出會不會來招 對 我爸那時候特別反對 對 他就是中規中矩的人 那時候跟我說 我就跟他說你給我到30之前 30之前我都沒有成就 我就不做了 正好剛才前面那個 光影的故事是2008 09吧 剛好30以前 對 這個也要謝謝我人生 一個大貴人就是佩華姐 王佩華 然後那時候他找 光影的故事這個男主角 尋騙了 但他找不到 那時候是我人生對低潮的時候 錢沒有什麼存到什麼錢 然後女朋友分了 然後我爸說你剩兩年 你現在是要怎麼樣 對 然後就是都處於很低潮的時候 對 然後我的好朋友 拖了我去試這個戲 結果試上了 也可能是 那個時候我都戴這個 極度悲傷的情緒 到我去舞台 然後半個小時給我看完台詞 我出來演給佩華姐看的時候 她就說那就是你了 每五分鐘尾鐘哥就來 她就說好 就你了 然後就這樣拍了 對 所以謝謝那個時刻 選擇了我 然後謝謝他們 讓我有這個機會把 那個時候的一些 可以釋放在戲劇裡面的情緒 全部都釋放出來 所以我非常感謝那一部戲 所有的人 對 在低潮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像說 有多難熬 你曾經有一度 還有嚴重的憂鬱是不是 對 那時候其實 有一段時間是靠了藥物 但是如果有任何不好情緒的 我這邊非常的建議大家 千萬不要使用藥物 可以去嘗試運動 那時候其實運動救了我 對 因為藥物是讓你的腦波是 不要去想 對 然後人沒有這個 我覺得就是沒靈魂 沒有生氣的感覺 對 後來我告訴我自己 不可以這樣 然後我的好兄弟們就是 拖我去衝浪 對 每天都帶我去做運動 然後是運動 你就會分泌 腦肥嘛 就清清就會好了 我的人生才開始 跟我爸也在那段時間 相處變更好 對 所以我其實還滿感謝那段時間的 因為 人事物 親情 愛情 愛情撇掉 那一段我曾經想 特別想要渴望擁有的 似乎都在那一個 那一年的時間把我找回來了 對 友情來講 親情來講 因為我跟我爸 十幾年仇人的關係 就是非常 它就是軍人的那種個性 然後我是非常叛逆的 就是你要我往東 我偏偏不要 我要往西那種個性 所以這件事情 讓我們的磨合變得很好 對 那一直到現在 現在 現在跟爸爸 對 就像好兄弟 好朋友一樣 都會聊 這是我覺得人生一個 很大的轉捩點 是 對 所以我特別珍惜 對 也要鼓勵大家就是說 有時候還是要溝通 然後還是要把 想講的事情講出來 然後要找方式 找管道 去抒發一下情緒 沒錯 對不對 今天我們兩位 都是當紅的男演員 所以有可能講話 互相覆蓋得很嚴重 有嗎 再找一個 再找一個 今天有一位 他算是有 就是跟兩位私交還不錯 都認識 對 然後也有一起工作過 他要來加入我們 看能不能有一些 不一樣的角度 來認識這兩位 對 好不好 我們來歡迎 接下來這位特別來賓 好 讓我們一起歡迎 會試圖的跟他 有眼神上的交會 對 然後 就是讓他知道我在看你的 然後看到我在閃開也沒關係 我覺得多多少都會有一點點 看他的反應 就是你看個男生 他在看你 等一下看他 他又在看你耶 是我當媽了還是怎麼樣 現在聊到這邊 心情好澎湃喔 有同樣... 繼續... 趕快多說一點這個事 找回那個感覺 今天有一位呢 他算是有 就是跟兩位私交還不錯 都認識 對 然後也有一起工作過 那他要來加入我們 看能不能有一些 不一樣的角度 來認識這兩位 那我們來歡迎 接下來這位特別來賓 好 讓我們一起歡迎 郭鐵仁 妳好 妳好 請坐... 我們特別給你安排的一個位 幹嘛要站在巾巾的樣子 就是不用跟他們太近 免得你會有壓力 真的 先講一下 你眼中的這兩位 在你心目中 他們都是各自占有什麼地位 也就是說跟你的交情有多好 幼威是我 其實我那時候拍馬拉仙世的時候 我也是出道的時候 他就已經在馬拉仙世裡面了 然後他的個性其實跟我 其實很近 就是很像 因為我們是比較內向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他就是默默 因為他在裡面演得像是 一個比較斯文的角色 所以說他就是不講話 然後他就是默默看他的劇本 然後那時候我跟他就 完全就是一個Tone 就是一個 我也是默默在旁邊 做自己事情的人 但是每次我在 所以我很喜歡看他表演 他在表演的時候 我就會特別會去觀察他 因為他在表演的時候他就是 那時候他就已經 可以做到收放制補 所以說那時候又會 這麼好的評語 又來一個Cover 有沒有看到 沒有 是不是 所以他算是我有點算啟蒙 就是在馬拉仙世 因為那時候一直開不了叫 但是我看他表演的時候 因為像韋伯他們就是很外放 像韋伯他們都非常外放 就是在現場可以玩得很慨 但是我是完全不行的 我在現場我就是默默的 看自己的劇本 我有點就是在模仿他 可是如果你們兩個都這麼安靜 你們私底下有任何的交集嗎 在拍那個 沒有那麼誇張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主動去 像韋伯就是國外回來 就是到處去玩什麼 對 他就可以到處去玩 但是我們就比較 不是這樣 但是聊天還是都會聊天 私底下 OK 那楊一展呢 一展我跟他關係就 冤人就 比較深 他是師兄 他是我師兄 對 他是我師兄 雖然我長得比較燥勞 教官 對 因為一展的經紀人是我哥哥 對… 所以說在馬拉仙世這部戲裡面 那時候 因為他們會有改朝換 大家會換學生 然後那時候 五哥就製作人 他就問我說 那我身邊有沒有比較好的朋友 或者是適合的演員可以介紹 那時候我心裡就左思右掌 就是因為其實我身邊朋友 演戲的朋友比較不多 但是那時候我哥哥有簽一個藝人 那時候其實一展是做模特兒 然後我覺得他很適合裡面的角色 所以我就推薦了給五哥 但五哥一看到他 其實就非常喜歡他就是 因為他不管以前在拍廣告 或者是拍戲 他就是那種 很容易被人家印象深刻 就是一眼看到 然後廣告其實試鏡是非常的繁瑣 所以說以前我做過模特兒 我試廣告幾乎去試十次 可能一次都不會中 但是一展是他可能 是一次兩次 他就可以掌握到那個藥靈 他就一下就被人家會挑中 所以說當時我介紹給五哥的時候 其實沒有費什麼摧毀之力 他就馬上就 五哥就說那就是他了 他就可以適合演裡面的那個角色 所以他是我人生第一個貴人 真的 因為沒有他的影劍 我是演不到這人生第一部戲 真的啊 所以他那時候對我超級造的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要去光崎 對 光崎中學我那時候沒車 他有車 他每天就是送我去 對 只要有同樣的班 所以很感激他們家兩次 對 其實他可能是想說 幫你推去拍戲 每天拍戲 就不會有人跟他搶廣告 是不是 你剛剛發現我們在補充是不是 對 其實那時候我 應該說我每周一個人在裡面 很可憐 我想把抓過來 有一個伴 然後每天就有人可以陪我們去 因為那時候就三個人 還有霍建華 就是我們會 我就會去載他們 就去載他們一起去上 路上都會有一個噪音 然後可以跟他們聊天什麼 我就覺得比較不會那麼寂寞 對 所以你剛剛 我們在跟他們訪問的時候 你也在旁邊 你覺得我們在螢光幕上 認識的這兩位 跟你認識的真正的他們 有什麼落差嗎 還是差不多 其實他要再摸摸笑一下 感覺 有話要聊 有話要講 先講優威好了 對 形容一下好不好 你認識的林宥威 應該說我感覺的優威 不能說我認識 對 因為我跟優威 其實畢竟我們相處 中間有幾年 對 比較沒有 沒有什麼相處 林宥威現在很嚴格 我中間有幾年沒有跟你聯繫 沒那麼熟的 好 優威其實就是比較安靜 但是他就是比較會像 有一句台語叫 點 我突然這樣講 但是哪方面的點點吃 三威哥是哪方面的 所以他比較悶騷 他應該是比較悶騷的 我覺得他個性是 對… 因為我有聽那個 因為一展有時候他們會酒聚 就是會 他喝了酒以後他會 對 小桌 他喝了酒以後他會比較開 他會比較放音 我說優威是這種個性人嗎 不可能吧 因為我認識了他 完全不是那個樣子 真的嗎 因為我跟他小桌 我比較少跟優威喝酒或小桌 我就發現他可能跟我個性 真的很像 因為我也是那種很悶 就是我完全就是 在現場是完全 大家覺得你是一個很陰沉的人 對 但是其實我在 可能小桌以後 可能個性會比較 才會卸下那個壓力 心防跟壓力 對 所以就比較 這一點我就覺得他跟我很像 剛剛不曉得我們說對了 所以楊宜宅 他喝完會怎麼樣 他喝完就 沒有啊 我喝完又怎麼樣 你也很快樂 要怎麼樣嗎 好快樂 楊宅 很快快樂 沒有問題 剛剛 給他一點自由 楊宜宅 他喝完會 比如說 就像他說的吧 像小雯說的 他喝完會 我覺得是釋放壓力 有的人比如說 平常都不敢講英文 喝完酒就滿口英文 那他是怎麼樣 因為他酒量很好 很討厭 通常我都看不到 你聽不清楚 其實我覺得我不是ㄍㄧㄥ 其實我覺得我不是ㄍㄧㄥ 就是大家看到我 可能就是比較有禮貌 我覺得就是 那是人跟人之間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是要互相尊重 所以我會比較耐心 你有教養 但不代表我是一個脾氣好 又斯文又怎麼樣 因為大家都覺得 我是一個脾氣好的人 其實我脾氣並不好 而且我非常的著急 個性是很急躁的 我開車也開很快 然後其實我個性也很容易 就是那種開車 下來跟人家吵架那種 可是我做幾朋友到現在 都看不到 都不會看不到 你們有看過 你又會生氣嗎 大怒 我沒有看 從來 沒有 因為沒有什麼值得生氣的事情 你又會都是 回家以後都很生氣 沒有 不會這樣 要去開車卸恨 對 但是就是喝酒 就是會比較放鬆一點 所以就可能會 畫面比較多一點這樣子而已 那肢體會來嗎 就是會不會說 兄弟我愛你這樣就是 不會的愛 我們常這樣唱的 OK啦 可能會特別去勾朋友什麼 也是會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誰開車 因為他們剛剛都有說 兩個人常聊車什麼的 我本來以為是 黎恩惠都不會開快車 但他剛剛就有講說 好像會 對 所以如果你們有一起 比如開車或是 坐過對方車或什麼 像我們有一個車隊 對 就是兩個爸爸正好 認識了裡面的導演 然後他也行很愛車子 對 後來我們就乾脆來弄個明星車隊 一起可以為慈善做一些事情 也可以讓自己在很正當的情況下 去玩車子 對 對 所以我們在大鵬灣 那邊有國際的賽車場 上面就 他開得比我還快 就以單圈成績的話 他的技巧 他的純熟度 都會比我還要好一些 真的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 老天爺的造人 其實是很奇妙的 他如果給你一個 很 比如說很溫柔的外表 如果我看起來 其實我講話很大聲 然後我有執照 然後給一個 可能他外表兇兇 那就是他的保護色 但他可能裡面的個性是 很溫順 對 反而是 講話輕聲細語的這樣 所以他們兩個反而 楊一傘是比較 溫柔的感覺反而 一般人看不到 對不對 一般人 可是一般人看不到 是真的 就是在外觀上看起來 不是外觀 就是一般人的自視的印象裡面 會覺得他個性比較衝 對 有時候我們拍戲的時候 也是會 有現場一些狀況 他就會很直接的表達出來 大家就 脾氣可能不是很好 這是大家都很認為 那我就比較不會 我就會默默地看一下 看什麼情況 但其實實際上的歌姓 可能我比較衝一點 他可能會比較 溫柔一點 我覺得 都看不到 開圈的時候 感覺楊一傘對女生是比較 小心呵護 輕聲細語 我也是 我也是 你是嗎 我是 還是你是大男人在愛你 有一點 但其實就是對女生 還是會滿溫柔的 對 他紳士 紳士 但我覺得他對於愛情 他是滿執著的 好 所以 那我要再繼續問一下 好 郭鐵仁 因為他看得很清楚 對不對 我們有分類三大點出 好 我讓郭鐵仁來分析一下 好 來看一下第一點 誰比較有意氣 好 我覺得要先聽他們各自表述 然後最後再有這個郭仲裁 因為他今天坐在這個仲裁的位置 仲裁一下 我覺得一展應該會比我有意氣 但不代表我沒有意氣 來回答你 這一個答案算中肯 對啊 但他有講 他有講 對 對 我們給他們一個狀況題好了 如果今天郭鐵仁需要跟他 怎樣 我們都想到一樣的狀況嗎 東西 換肝 換肝 對 換肝太多 我跟你講 腎 腎有兩顆 可以給一顆 好不好 好 郭鐵仁今天腎虧 腎無能 極需要一顆腎 而且你們兩個剛好都符合 可以捐給他 是 你是藝人捐一顆的意思嗎 不用 太多了 沒有啦 我覺得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一定是一展比較有意氣 為什麼 他不行 你又不會推薦他 你去吧 你先讓我把孩子生了 好不好 我就一定去 所以感覺上應該是說 如果打一通電話說 現在要出來 如果郭婷仁現在問 立馬 他是失戀了 然後真的很需要 兄弟出來聊一聊 誰 你覺得誰 會 有藉口說 明天再說 有什麼事電話說就好了 我現在在忙不能出來 晚上12點 我心情很不好想 找人出來聊聊天 喝個小酒 對 對 就我認識他們兩個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一定 會一不容辭就會出來 不管會拋下一切都會出來 只是說我跟一展是 互動會比較密切 就是因為我們的工作 跟生活都綁在一起 所以說這樣的情況 其實發生很多次了 就是說 我只要 我只要心情不好 或是意不好 如果真的 因為我是一個很GIN的人 如果真的會有需要 再打電話給他說 你要不要陪我出來的時候 那就已經到了 其實已經 沒有辦法挽救的那種地步 就是已經到很SAY了 所以我就 我打給他他已經 他不會說任何理由 他就會出來 不管他現在在幹嘛 或是怎麼樣 但是他排氣他也會 還有是因為 我們兩個住得近 對 也是 回家一定要經過他家線 真的很近 真的是超近的 那你有在這種情況下 約過林宥威嗎 就比較沒有 對 是因為你知道他不會出來嗎 沒有 怕出來 兩個都默默悶悶的 他比他還悶 越來越悶 他們兩個其實某種程度上 是滿GIN的 就是滿內向的 對 如果 像如果有什麼心情不好的事情 我也不會那麼輕易的找朋友 對 除非是真的真的需要朋友 喝一杯的時候 我就會找 他很少 很少 非常少 OK 好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 還有我們來看一下 可以考驗一下 好 第二個 誰的追女技巧比較高超 剛剛我好像有大概問一些東西 絕對不會是我 可是兩個好像都滿 也不會是我 可是你們剛剛是從被動慢慢變主動 從追女生從以前到現在 是嗎 對 你有沒有看到林宥威的眼神是 回想起好久以前的事 我要想一下 其實我覺得我們都一樣吧 不是特別會追女孩子吧 對 就是要從比較自然的情況互動下 慢慢發展起來的那種 所以如果看到一個心儀的女生 林宥威會怎麼展開追求 剛剛那個她在講眼神教的時候 我看佩晨其實很開心 就說再多講一點 多講一點 對 你不知道 我們現在家庭主幕的生活 秋風乏味 眼神跟妳交流一下好不好 眼神 如果今天這個女生 就是妳有一點興趣的女生 妳要怎麼樣看她 看她 像妳剛剛講的樣子 不行 還來 來吧 我覺得我們都一樣吧 不是特別會追女孩子吧 對 就是要從 比較自然的情況互動下 慢慢發展起來的那種 所以如果看到一個心儀的女生 林宥威會怎麼展開追求 會 就是讓她知道我在看妳 看到我在閃開也沒關係 我覺得多多少都會有一點點 看她的反應 有時候她會神經病 之類的 不錯 還滿主動的 有的會 看完一眼之後 她可能嚇一跳 沒多久妳看她的時候 她總之也在看妳 有機會 厲害了 真的 你就會想起 這好像只有小時候會這樣 對不對 就是妳看一個男生 她在看妳 等一下看她 她又在看妳 是我當媽了還是怎麼樣 現在聊到這邊 心情好澎湃 臉紅 繼續… 趕快多說一點這個事 找回那個感覺 對 但是就是雙方 可能在某一個工作環境 或是某一個環境下 就會比較 慢慢就會 比較主動的互動這樣子 對 那如果是一個陌生的場合 你不認識她的女生 你發生了這種情況 怎麼做眼鏡 之後怎麼辦 對 可能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那可能就要看緣分 有沒有機會再遇到她 你是屬於會衝出去 要電話的人 不太會 就是我不會說 我就從她面前說 其實 就是可不可以跟你要個電話 不會 從她沒做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不會有那種一見鍾情 就覺得想要認識她 也會有 覺得這個女生不錯 但是就是 沒有機會 沒有緣分這樣子 剛剛一展在愛的你知道嗎 對啊 所以她是會的 你會嗎 沒有 我說愛的意思是我也是 我也是 我感覺你是那種 真的覺得有興趣 想要過去認識一下 不然你真的下一次見不到她 對啊 就很難 但你不會想要想辦法 就這一次去見到她 你試一下 我 不會嗎 我們之前去夏威夷 她有去 我們在夏威夷飯店游泳池 我遇到一個日本女孩子 好漂亮 漂亮到時候 怎麼辦 怎麼辦 就不能怎麼辦 趕快去她面前游泳 就我身材 她看在眼裡 就是 我們的個性 她聊了 就是 就只能眼觀 而不能斜蜿蜿 這他們其實沒有算真的很主動 那這個是個性史 還是你們覺得說 有點這個公眾人物的身分 我是個性 你是個性嗎 不好意思 不是 我是自卑 可是你現在身材這麼好 你還有什麼好自卑 但那個自卑感還是 我必須說還是會在 就是 沒有信心 對 然後一方面就是怕被打槍吧 然後再加上公眾人物 所以讓她 所以你有沒有措施掉很多 你喜歡的女生 就因為你沒有踏出這一步 我必須說還滿多的 所以只能在工作上 只能在工作上 我們不要怪她好不好 怎麼都自己挖一個洞 眼神交流嘛 對不對 眼神交流 每天都要交流 對 鐵人 你怎麼看 私底下她 我是覺得她追女生的技巧 其實很 其實算比較很弱 非常弱 那又威的話 我覺得就跟她說的一樣 她是靠眼神在教會 誰稍微這樣 但是我覺得 誰能抵得過她眼神 所以說她一定很有自信心 她非常有自信心 所以說 但是如果今天她錯過 她一定會錯過 就是她會覺得她 在那一刻如果眼神的交流 她沒有感覺到那種電力的話 她居然再喜歡那女生 我覺得她都 可能不會去追求 主動追求 就像她剛剛說 她不會主動跟女生要電話 或主動說 你可以跟你做朋友 我覺得她應該不是那樣的人 她應該是完全不是那樣的人 那一展呢 就是她是會 其實如果她遇到心意的對象 她會含蓄 但是她還是比我們之間 她是比較有勇氣衝出去的那個人 對 她是會比較有勇氣衝出去的那個 如果在小酌過後會更有勇氣 所以說你剛剛說工作上 對 因為其實她私底下是很 比較緊 但是在工作上的交集的話 因為工作其實會遇到很多 同類型的女演員 她可能她就可以把感情寄託在 這些人身上這樣子 對 但是還是因為工作了 那私底下我沒有 私底下是做不到 你又要再挖洞給自己跳就好 對 你剛剛兩個嚴格來講 我覺得都還沒有到 非常的主動積極那種 對啦 不過他們因為可能他們條件 特色外型都不錯 所以應該還是會滿多女生 會對他們有興趣有意思的 而且楊一展 從以前年輕的時候 是不是學校就是那種出風頭的 籃球校隊 然後 樂隊指揮 又樂隊指揮 對 然後你看又做模特兒 所以照理說你不應該沒有自信 對 你應該是風雲人物 但沒有 因為國中之前我都是胖子 就是被人家糟蹋的那種 嫌棄的胖子 可是你看你後來你說你試鏡 每次幾乎都避重 那時候應該會沒有自信 那是在工作上我會得到 我告訴我 我一定要贏 我會有鬥志 可是一撕撕下的時候 就其實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在跟你拍戲的過程中 你就是 就是比如說對對方有欣賞 然後就是在演戲的時候 也很能夠釋放那個氣氛 可是下戲了之後 可是我們彼此可能 有一點感覺 那你會 把握住這個機會嗎 我會比較像惡愣子 我覺得 就是 通常要看什麼情況下 如果願意可以有好的機會製造的話 不然我是又縮回去了 又縮回去了 然後就把那個喜歡的感覺 趕快 趕快自己激視掉 有時候職業上是要這樣嗎 對啊 化妝的時候又演一個 又有機會了 所以演員就是慢慢培養出感情 你知道嗎 對啊 那這樣每... 那殺青你不難受死了 就以後就沒有演成交流了耶 所以你就只能在那一天 給人家搂過去 這樣子才會演得好啊 只能把握殺青那一天 就是...對啊 應該怎麼... 以我自己的個性的話 對 不然我還滿被動的 我已經很有 告訴自己要有勇氣了 其實 這一路上他們其實看得到 有些改變 其實他們兩個真的就是 外型跟他們私底下的個性 真的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兩個才會變成好朋友的感覺 對 對啊 讓我們可以再感覺到 對 不一樣的那個 對 前面兩個人都還在互相掌握 然後鐵人一出來 又開始有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火花 對啊 他還說會眼神交流 對 剛剛那個 他在講眼神交流的時候 我看佩晨其實很開心 就說 再多講一點... 對啊 你不知道 我們現在家庭主幕的生活 我身上乏味 來...要來一點火花 我們要請佑威來眼神 跟你交流一下 好不好 如果今天這個女生 我本來以為 就是你有一點興趣的女生 你要怎麼樣看她看她 像你剛剛講的那樣子 不行耶 就來... 來... 已經等不及了 這個導播拍得到嗎 他們的眼神不是我的 你看她眼神就是... 她會閃爍的有沒有 沒有啊 她不會閃爍還是有閃爍 她沒有閃爍啊 你看那個光點有沒有 加她眼睛這樣特別的亮 會發亮點是不是 好像有淚滴在裡面 真的 其實他們可以對... 他們可以對鏡頭 然後我看螢幕 接收她的點這樣 對 林二位 如果真的你想像 鏡頭是你喜歡的女生 小姐 一個人嗎 這樣很尷尬 你可以的啦 其實有時候男生就是這樣子 笑笑的 然後有點害羞 女生反而會比較喜歡 真的... 所以我們明明就是這樣 沒有時候太侵略性的看 女生反而會害怕 真的 對...真的 真的喔 就是要淡淡的 你最會 沒有 我覺得應該就是這樣 然後再配合陽光笑容 我們都差不多嘛 對不對 年紀都這樣暖然 就差不多要這樣子 對... 沒有給對方有太多 沒有 那... 就是... 就是如果覺得對方也 滿主動的回應的時候 就是在... 就有... 對... 交集了 就會比較貼心的去做一些舉動 讓她感受到這樣 對 特別照顧她一下 或是想到她一下子 有誠意 對 應該就是這樣 這樣就很貼心了 而且大家當演員就知道 那種眼神的交流 到底是有心的還是在散立的感覺 對 會感覺錯 這樣子喔 對... 拚得很開心 對 很開心 你們多聊一點 你們男生聊天 我們女生拚 感覺她眼神要看著妳的那種感覺 就對了 OK... 所以如果... 田南 你看這兩位 如果他們追女生 誰的成功率比較高 說真的 幼威吧 對 因為一仔她比較直來直往 她就是... 其實女生其實... 我能說笨拙嗎 其實她會比較... 她會比較... 可以 妳已經直接直接的說了 對 她比較單純 她比較... 她就喜歡這個女生 我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出來她喜歡 就是那種完全沒有掩飾 她也不能去包裝 用威的話她會... 她會比較壓住自己的一些情緒 反應 其實她就會比較... 可以說她可以去試探 她會很糟很多 可是一展她完全不會 她就是我今天喜歡妳 我就追了 然後我全世界 那個女生就完完全就知道 她喜歡她 真的 郭婷仁今天既然妳來了 我們也都問到這裡了 對啊 我們就看到這個 比如說照... 報紙上拍到這個照片 那你覺得當時的狀態 以你的了解是怎麼樣 在拍戲那個時刻 然後那個當下一定是非常 因為她會... 她很投入戲劇的東西 由於那段時間她走不出來 比方說她拍四個月 拍五個月 她那段時間她就是非常的 會去愛那個人 那個人就是她 生命中的另外一盤 對... 這個是絕對正確 那... 那能不能說太多嗎 太多嗎 太多 那拍完戲以後呢 對啊 拍完戲到底怎麼了 抽不抽回來就是 藝術 就是要看哪個元素 藝術 郭鐵仁今天既然你來了 我們也都問到這裡了 對啊 我們就看到這個 比如說照... 報紙上拍到這個照片 那你覺得當時的狀態 以你的了解是怎麼樣 拍戲當下一定會喜歡 不管是 就是在拍戲那個時刻 還有那個當下一定是非常 因為她會... 她很投入戲劇的東西 她有時候在看劇本或什麼 她可以一整天就在那邊翻 然後一直背... 所以說我相信 她要愛這個女生她就會 在那個時刻她就會很愛她 由於那段時間她走不出來 比方說她拍四個月 拍五個月 她那段時間她就是非常的 會去愛那個人 那個人就是她 對... 這個是絕對正確 講太多了... 那能不能說太多了 太多了... 那拍完戲以後呢 對啊 拍完戲到底怎麼了 抽不抽回來就是 藝術 就是要看哪個元素 對... 但一個巴掌拍不響 對啊 縱使對不對 就是也是要兩個人都要同樣的 有些人可以說得回來 有些人不行 但有些人時間長短不一樣 對啊 好中肯喔 剩下的我們就留給觀眾 對 自己想像空間 去回味 當然都已經說到 一個巴掌拍不響 再下去 再下去有更多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緩和一下 看他已經開始脫外套了 他已經脫了 對... 等一下最後剩吊嘎了 來 最後一點 誰的同性緣比較好 絕對是他們兩個 怎麼說...為什麼 就他來講 我就已經看了不少了 對他有感覺了 對啦 就是可能 之前去健身房 或者是可能在... 就是健身房會有一些 同性的男生 他就... 他看我的感覺就是比較不一樣 或者是去游泳池 可能有一次就是這樣 就是去健身 健身房就去淋浴 淋浴他們就會把連打開說 我可以跟你做朋友 就是會很直接 對 但是問於是在就是 我比較能接收到就是 同性之間給我的那個感覺 勝過超過女生 對 所以說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因為我媽媽比較想要生女兒 然後我有一個哥哥 但是他生我的時候 他就一直滿腦子很想生女兒 想要生女兒 就生出男的他 當下他是完全不抱我 他就把我當女生在搖 至於說 所以從小到大都這樣 從小給你芭比娃 他很可笑耶 你家要買Pennie 買芭比 對 他是真的很有同性緣 我們都有很多同性的朋友 對 然後他就是特別會惹人疼的那一種 這樣很幸福耶 很好啊 對不對 然後林宥威也是男粉絲很多的 那如果是這題的話 我們兩個應該 我會覺得是我 因為其實我的個性就是 其實我會滿 在一個環境裡面 會滿為對方著想 或會大方向著想 所以我會比較 展現出比較好相處的一面 所以在同性的朋友裡面 會覺得跟林宥威沒什麼壓力 就會滿容易就譬如說 就是跟我聊聊天啊 就會變得還沒什麼 然後壓力會變成朋友這樣 站在一個環境裡面 一展他就會比較酷 然後他... 有時候覺得他個性有得太直 有太直就有什麼問題 他就直接講出來 然後在旁邊看的人會覺得 這個人可能不太好相處 就會不太敢靠下去 怕他 所以如果以這題的問題來講 我覺得應該會是我 對啊 這個應該也很有感覺吧 你的同性緣應該也不錯 我的同性緣也還好 但我在健身房沒有人會打開蓮子 這樣子 打開蓮子 需要肥皂嗎 不想要肥皂嗎 對 現在開黃椒嗎 對 一展啊 一展的身材 你在健身房應該有很多人 想要跟你認識啊 我會是 畫面上 對 畫面上的話 對 同性會比較實 外型上面 但實際聊天個性可能又會 我可能聊個兩句他們 聊兩句這樣 鳥泡 好 而且講到身材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楊一展的寫真集 對不對 那真的很久了 這是2005 2006年了 再配上那個陽光的笑容 05 06 那時候真的就是靠運動 靠健身這樣子 對啊 你的意思是說現在是靠什麼 現在 現在要靠節食囉 節食 運動 所以看到這個你會 有一點激癢嗎 會覺得說 腹肌練得很好 對 因為你也知道現在 大家都知道有在運動腹肌 真的很難練對不對 就會覺得要靠吃 要靠運動 其實就會 你也是屬於不吝嗇 與大家分享的那種 就是 穿衣顯瘦 脫衣有肉那種型 對 最近也練得不錯 最近也不錯 像這樣 我們會幫你補你的 你的 好 一起 比比看 然後來同性緣來比比看 是 網上投票好不好 對 但你們飛輪海也是很有同性緣嗎 男粉絲多不多 其實當然大部分還是女粉絲 但如果男粉絲會出現的 就是那種真的很熱情的 很熱情的 然後會對你有特別的 比較不一樣的那種感覺 對 那你都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基本上 可是久了他們也不會到 太躍舉 或者是怎麼樣的舉動 所以基本上就還是 就是 一樣 照樣電他 還是電 對 微笑一過去還是電他 對 然後有時候抱抱一下或幹嘛 沒關係 對 其實都還滿可愛的 還滿可愛的 對 好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讓這個 郭鐵人來現場選一下 如果你是同志朋友 以你同志朋友的眼光來看的話 這三位 首先妳就要先那個嗎 怎麼樣 先選自己 選會 沒有 要說選三位 對 這三位 你會最喜歡哪一個 他應該是 應該 一轉吧 我以為他選右威 這四位應該是人 選他當男朋友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比較了解他 其實我們也同窗共診 我以為同窗亦共診 我以為你們今天 要再一集是專門為你們 沒有… 所以因為我們常常 有時候我們就是公司員工 或我們常常一起去旅行 所以我們有時候 都會住在一塊 所以我們都會聊天 或聊心思 其實他是一個心思 很細膩的人 所以說 如果被他愛上的女生 我認為是很幸福的 因為他會去打掃 會打擾家裡 會去做菜 然後他會去傾聽女生 跟他做任何事情 有時候男生在 跟女朋友講話 都是心不在意 在做自己的事 但是他不是 他是 他完全會專注在 女生的世界裡面去 幫他分憂解囊 所以說若宜 如果是同性朋友的話 如果我選擇他的話 他會讓我覺得很有安全感 就是會有那種 很用心在你身上 對… 果然是靈魂版 你看他本來說 你很笨醜 但是還是會喜歡你這樣 我家是怎樣 把楊一展講得這麼 這麼貼心 人家就喜歡這種傻傻憨憨的 真的 那這樣好了 這三個人裡面 最不想要選誰 還有第一題 很尷尬 我們三個都在這裡 好不好 我們都在這裡 我們也犀利一點嘛 對不對 這個很難 來 你的首飾已經代表了一切 為什麼是林宥偉 為什麼是林宥偉 因為我覺得我跟他很像 然後我一直覺得我跟他很像 但是我沒有得到證實 因為我覺得 我也覺得他私底下 脾氣一定不好 因為我脾氣很差 但是我們在人前 或是在公眾 我們是完全不表現出來 就是完完全全就是 年輕人 但是私底下那個情緒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抒發的出口 所以我會認為 他會有一個出口是 最親的人 對 會跟最親的人說 對 那如果我今天是他最親的人 所以他會 我會要承受很多他那種 我自己也是這樣的人 那我們就沒辦法在一起 其實我一定要有互補這樣子 對 林宥偉真的是這樣嗎 你覺得 可能是吧 可能吧 對啊 都不知道 你要不要試試看 都沒看過在外面有生什麼氣的 沒有 就完全不會這樣 所以你的情緒會回家跟 比如說家人或是親人 一定的 就是最熟的人最親的人 就會特別不會去掩飾一些情緒 就會比較容易表達出來 對 所以你覺得做你女朋友 要忍受你什麼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女朋友我還是會非常的用心 去對待她的 這樣子 但是我能夠分享的 可能就會選擇這樣的 另外一半 女朋友 可能 女朋友可能會比家人再多一點 再來是家人 朋友才是最後會跟他們講的 朋友就是喝了一點小酒之後 可能常會吐露出來的 對 可能吧 總之我覺得 這幾個大男生 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有很好的表現 但是你會發現 私底下的他們有很多 不一樣很細膩的地方 然後有很多 大家看不見的地方 其實是很迷人 很入迷的 我覺得今天很開心 有郭鐵人在現場 跟我們分享一些 他們私底下一些 我們看不到的那一面 然後也好好跟他們聊一下 從出道到現在 他們對於工作的想法 然後他們私底下 比較少聊的話題 所以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來到我們節目中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希望下一次有更好的戲劇 然後跟我們分享你新的作品 謝謝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你真的脫衣服了 你真的熱了是不是 外表看似狂放的楊一展 內心其實只是個渴望愛情 想往單純生活的大男孩 一路以來 他始終堅持演繹夢想 陽光燦爛的笑容背後 可能想像楊一展 竟然經歷過六年的載浮載成 幸虧他能重拾樂觀 沒有放棄每一次試鏡的機會 最後終於獲得戲劇製作人的青睞 登上大螢幕 再次我們祝福楊一展 在未來的戲劇之路上 能夠綻放出更多耀眼的光芒 哈囉 斯蒂卡 陳彩明言堂的朋友們 我是蘇瓦 今天呢 一樣回到節目現場 來賓是兩位暖男 宜宜跟楊一展 哈囉 那你們兩位好朋友 今天一起上節目呢 跟觀眾分享一下心情 非常非常開心 不像在工作 一看到一展 就好多話可以聊 然後 很久沒見了 對對對 然後 節目上聊得也很開心 就是很像在聊天一樣 最重要是宜宜又發新專輯了 新單曲EP 請大家多支持 自己說 是的 再說一次 Yes I do 算是我 這兩年有幾部戲劇作品裡面 有唱主題曲插曲的部分 希望也是傳達一些 正能量開心的東西給大家 好 那大家記得專輯一定要去買 節目也一定要看喔 下次再見 拜拜 對 對 有情來講 親情來講 因為我跟我爸 十幾年仇人的關係 就是非常 他是軍人的那種個性 然後我是非常叛逆的 就是你要我往東 我偏偏不要 我要往西那種個性 所以 這件事情 讓我們的磨合 變得很好 對 那一直到現在 現在 現在跟爸爸 對 就像好兄弟和 好朋友一樣 都會聊 這是我覺得人生一個 很大的轉捩點 是 對 所以我特別珍惜 對 也要鼓勵大家 就是說有時候 還是要溝通 然後還是要把 想講的事情講出來 然後要找方式 找管道去抒發一下情緒 沒錯 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兩位 都是這個當紅的男演員 所以有可能講話 互相Cover的很嚴重 有嗎 再找一個 再找一個 好 今天有一位 他算是有 就是跟兩位私交還不錯 都認識 對 然後也有一起工作過 那他要來加入我們 看能不能有一些 不一樣的角度來認識這兩位 對 好不好 那我們來歡迎一下 接下來這位特別來賓 好 讓我們一起歡迎 會試圖的跟他有眼神上的交會 對 就是讓他知道我在看你 然後看到我在閃開也沒關係 我覺得都至少 就會有一點點看他的反應 就是你看個男生 他在看你 等一下看他 他又在看你耶 是我當媽了還是怎麼樣 現在聊到這邊 心情好澎湃 有同樣 繼續... 趕快多說一點這個事 找回那個感覺 今天有一位呢 他算是有 就是跟兩位私交還不錯 都認識 對 然後也有一起工作過 那他要來加入我們 看能不能有一些 不一樣的角度來認識這兩位 對... 那我們來歡迎一下 接下來這位特別來賓 好 那我們一起歡迎郭鐵人 你好 請坐... 我們特別給你安排了一個位子 幹嘛要站在巾巾的樣子 就是不用跟他們太近 免得你會有壓力 真的 先講一下 你眼中的這兩位 在你心目中 他們都是各自占有什麼地位 也就是說跟你的交情有多好 又威是我 其實我那時候 拍馬拉仙世的時候 我也是出道的時候 他就已經在馬拉仙世裡面了 然後他的個性其實跟我 其實很近 就是很像 有點像 因為我們是比較內向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他就是默默 因為他在裡面演得像是 一個比較... 比較斯文的角色 所以說他就是不講話 然後他就是默默看他的劇本 然後那時候我跟他就 完全就是一個Tone 就是一個 我也是默默在旁邊 做自己事情的人 所以然後 但是每次我在 所以我很喜歡看他表演 他在表演的時候 我就會特別 會去觀察他 因為他在表演的時候 他就是 那時候他就已經 可以做到收放制服 所以說那時候又威 這麼好的評語 又來一個Cover 有沒有看到 所以他算是我有點算啟蒙 就是在馬拉仙世 因為那時候一直開不了叫 但是我看他表演的時候 因為像韋伯他們就是很外放 像韋伯他們都非常外放 就是在現場可以玩得很乾 但是我是完全不行的 我是在現場 我就是默默的看自己的劇本 我有點就是在模仿他 可是如果你們兩個 都這麼安靜 你們私底下有任何的交集嗎 在拍那個 沒有那麼誇張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主動去 像韋伯就是國外回來 就是到處去玩什麼 對 每個人都可以 他就可以到處去玩 但是我們就不行 不是這樣 但是聊天還是都會聊天 私底下 OK 那楊一展呢 一展我跟他關係就 冤人就 比較深 他是師兄 他是我師兄 對 他是我師兄 雖然我長得比較燥老 教官 因為一展的經紀人是我哥哥 對 所以說在馬拉仙世這部戲裡面 那時候 因為他們會有改朝換 大家會換學生 然後那時候 五哥就製作人 他就問我說 那我身邊有沒有 比較好的朋友 或者是適合的演員可以介紹 那時候我心裡就左思右掌 就是因為其實我身邊朋友 演戲的朋友比較不多 但是那時候我哥哥有簽一個藝人 那時候其實一展是做模特 然後我覺得他很適合裡面的角色 所以我就推薦了給五哥 但五哥一看到他其實就非常喜歡 那就是 因為他不管以前在拍廣告 或者是拍戲 他就是那種 很容易被人家印象深刻 就是一眼看到 然後廣告其實 試鏡是非常的繁瑣 所以說 以前我做過模特兒 我試廣告幾乎去試十次 可能一次都不會中 但是一展是他可能 是一次兩次 他就可以掌握到那個藥靈 他就一下就被人家會挑中 所以說當時我介紹給五哥的時候 其實沒有費什麼摧毀之力 他就馬上就 五哥就說那就是他了 他就可以適合演裡面的那個角色 所以他是我人生第一個貴人 真的 因為沒有他的影劍 我是演不到這人生第一部戲 真的 所以他那時候對我超級造的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要去光綺 光綺中學 我那時候沒車 他有車 他每天就是送我去 對 只要有同樣的班 所以很感激他們家的兩兄弟 對 其實他可能是想說 把你推去拍戲 每天拍戲 就不會有人跟他搶廣告 是嗎 是 剛剛發現我們在補充是不是 其實那時候我 應該說我每周一個人在那邊很可憐 我想把抓過來 有一個伴 然後每天就有人可以陪我們去 是的 陪一下 因為那時候就三個人 還有霍建華 就是我們會 我就會去載他們 就去載他們一起去上 路上都會有一個噪音 然後可以跟他們聊天什麼 我就覺得比較不會那麼寂寞 對 所以你剛剛 我們在跟他們訪問的時候 你也在旁邊 你覺得我們在螢光幕上 認識的這兩位 跟你認識的 真正的他們 有什麼落差嗎 還是差不多 今天還要這樣摸摸 想一下 感覺有話要聊 有話要講 先講又威好了 對 形容一下好不好 你認識的林又威 應該說我感覺的又威 不能說我認識 對 因為我跟又威 其實 畢竟我們相... 中間有幾年 對 比較沒有 沒有什麼相處 林又威現在很嚴格 我中間有幾年沒有跟你聯繫 其實我們有一陣子沒聯絡 沒那麼熟的 好 又威其實就是 比較安靜 但是他就是比較會像 有一句台語叫 點 我突然這樣講 但是哪方面的 點點吃燒 是哪方面的 我覺得他比較悶燒 他應該是比較悶燒的 我覺得他個性是 對... 因為我有聽那個 因為一展 有時候他們會酒劇 就是會... 他喝了酒以後 他會... 對 小桌 他喝了酒以後他會比較開 他會比較放一點 我說又威是這種個性人嗎 歡迎獨家視頻合作夥伴 優酷土豆視頻 同步觀看節目內容 在上集的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林宥威和楊一展 這兩位同樣有著暖男特質的居家男人 私底下的深厚情誼 而閃電離婚至今一年的林宥威 終於首度公開在螢光幕前 威威道出這段時間的心情故事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另外一位 先入歷程幾經風波的暖男楊一展 曾經罹患憂鬱症的他 又是如何走出陰霾 迎向陽光的呢 馬上進入本集的節目 高中你就存一筆錢去美國 對 因為我高中畢業開始 就踏上模特兒這個行業 所以模特兒賺到一筆錢之後 然後就決定去美國 我想出國嘛 那時候我選擇我人生第一個國家 要去哪裡 美國夢想 我就想說我要去美國 美國 不辭千辛萬苦 抱著要當兵的身分 還要拖我爸媽下來簽合約 我才能出國 那時候簽證很麻煩的我想 對 對不對 還有兵役問題 兩個月要回來一次 可是為什麼就執意說要出國 是不是跟失戀有關 也沒有 就是想說我要看我人生第一個國家 對 想踏出去看看 對 求知之欲很強吧 那時候 然後就去了 對 然後錢也花光了 也沒錢了 然後我的好朋友就很酷的 把我在那邊應徵模特兒 結果我還是被錄用了 然後遇到一個亞洲的導演 一直用我 他就讓我賺房租費 我就跟著他整個Wesco 整個到San Frank 整個都玩片了 有廣告街 你要我當Extra OK Fine 如果你今天運氣好 事實上來比較好的角色 我就去賺 所以那時候對我一個拓展 國際觀我覺得還滿有影響的 然後回來之後就更讓我覺得 表演好好玩 對 因為在那裡也是要表演 後來我當完兵回來之後 馬上就進入了 運氣很好 就進入到馬拉星師的演出 對 就正好接在幼威之後 對 這樣子 所以他從以前就喜歡表演 一開始只是想說賺賺零用錢 打工的心態 最後就把它變成了自己一個 喜歡的一個職業 現在對於演員這件事情 是有又愛又恨嗎 還是非常享受在其中 我是還滿享受在其中的 就是因為二十幾歲的時候 有想說我要不要把自己當成 是他一輩子的職業 那時候其實我有主持 那時候主持旅遊節目 可是後來想一想之後 我還是覺得我回來演戲吧 演戲可以跳脫自己的個性 然後完完全全投入另外一個人 然後又可以讓大家走在路上 聽到說你演過哪一部戲 那是我覺得最開心的事情 所以你算是很早就已經確定 自己要走演員這一塊路了 對 大概是二十五 二十六的時候 所以有時候在街上 人家叫你戲裡面的名字 其實有時候會覺得滿開心的 對不對 現在一定很多人叫你 方偉德 對 方偉德 你已經死了嗎 我會出現在便利商店 之前那個笑話我笑死了 對 那很有成就感的 對 然後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不禁我們真的要問一下 新聞那麼大 其實戲結束就像妳說的 大家就是會各奔自己要 下一個工作的領域 對 那我必須說真的大家聯絡少了些 對 不是只有我五人幫 其他演員也都是 大家去演電影的 開始拍戲的 對 就會比較少 但是比如說生日的祝福 問候什麼要問上的 我覺得我們彼此之間 那個友誼是在的 所以能夠演到一部好戲 也真的是一個 真的 這個故事要非常謝謝林心如 也身兼製作人演員也是朋友 那真的謝謝給了我這個機會 對 這個是我覺得是人生 很難得遇到這樣的本 然後這樣的工作團隊 這樣的演員之間的默契 對 就像我們演兩個爸爸的時候 也是很難能可貴的一個組合 真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點點滴滴 我又是靠這個為置業的 我覺得 那個真的叫天時 地利 人和 演戲這三個東西 才有可能會營造一個 很棒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他很能堅持 好像可以跟年輕朋友講 如何堅持走到最後 對 因為其實我 你沒有低潮嗎 或什麼 會想要猶豫的時候覺得說 我到底要不要繼續走下去 我那時候跟我爸爸講 就像我們一直有討論到就是 這個行業不固定 對 你有了這一出 你不知道下一出會不會來招 對 我爸那時候特別反對 對 他就是中規中矩的人 那時候跟我說 我就跟他說 你給我到30之前 30之前我都沒有成就 我就不做了 那正好剛才前面那個 光陰的故事 是200809吧 那時候 剛剛30以前 對 這個也要謝謝我人生 一個大貴人就是佩華姐 王佩華 然後 那時候他 找光陰的故事 這個男主角 尋騙了 但他找不到 那時候是我人生 最低潮的時候 錢沒有什麼 存到什麼錢 然後女朋友分了 然後我爸說 你剩兩年 你現在是要怎麼樣 對 然後 就是都處於很低潮的時候 對 然後 我的好朋友 拖我去試這個戲 結果試上了 也可能是 那個時候我都帶這個 極度 悲傷的情緒 到我去參選 然後 半個小時給我看完台詞 我出來演給佩華姐看 他說 那就是你了 每五分鐘 尾中哥就來 他就說 好 就是你了 然後就這樣拍了 對 所以 謝謝那個時刻 他們選擇了我 然後 謝謝他們 讓我有這個機會 把那個時候的一些 可以釋放在戲劇裡面的情緒 全部都釋放出來 所以我非常感謝那一部戲 所有的人 對 在低潮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像說 有多難熬 你曾經有一度 還有嚴重的憂鬱是不是 對 那時候其實 有一段時間是靠了藥物 但是如果有任何不好情緒的 我這邊非常的建議大家 千萬不要使用藥物 可以去嘗試運動 那時候其實運動救了我 對 因為藥物是讓你的 腦波是 不要去想 對 那人沒有了這個 我覺得就是沒靈魂 沒有生氣的感覺 對 後來我告訴我自己 你不可以這樣 那我的好兄弟們就是 拖我去衝浪 對 每天都帶我去做運動 然後是 運動 你就會分泌 腦肥 親情就會好 我的人生才開始 跟我爸也在那段時間 相處變更好 對 所以我 我其實還滿感謝那段時間 因為人事物 親情 愛情 愛情撇掉 那一段我曾經想 特別想要渴望擁有的 似乎都在那一個 那一年的時間 從被動慢慢變主動 從追女生 從以前到現在 是嗎 對 你有沒有看到林又威的眼神 是回想起好久以前的事 對 我要想一下 其實我覺得我們都一樣吧 不是特別會追女孩子吧 就是要從 比較自然的情況互動下 慢慢發展起來的那種 所以如果看到一個 心儀的女生 林又威會怎麼展開追求 剛剛她在講眼神叫的時候 我看佩晨其實很開心 就說再多講一點 多講一點 對 你不知道 我們現在家庭主幕的生活 笑容乏味 眼神跟你交流一下好不好 眼神 如果今天這個女生 就是你有點興趣的女生 你要怎麼樣看她 看她 像你剛剛講的樣子 來 還說不行 還來... 我覺得我們都一樣吧 不是特別會追女孩子吧 對 就是要從 比較自然的情況互動下 慢慢發展起來的那種 所以如果看到一個 心儀的女生 林又威會怎麼展開追求 會 就是讓她知道我在看你 看到我在閃開也沒關係 我覺得多多少 就會有一點點 看她的反應 有時候她會神經病 之類的 不錯 還滿主動的 有的會 看完一眼之後 她可能嚇一跳 沒多久你看她的時候 她總之也在看你 有機會 厲害了 真的 你就會想起 這好像只有小時候會這樣對不對 對 就是你看一個男生 她在看你 等一下看她 是我當媽了還是怎麼樣 現在聊到這邊 心情好澎湃喔 臉紅 臉紅 繼續... 趕快中受一點這個事 找回那個感覺 對 雙方可能在某一個工作環境 或是某一個環境下 就會比較... 慢慢就會比較主動的互動這樣子 對 如果是一個陌生的場合 你不認識他台灣人是你發生的 對這種情況 你沒做視訊之後怎麼辦 對... 可能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那可能就要看緣分 有沒有機會再遇到他 你是屬於會衝出去要電話的人 不太會 就是我不會說 我就從他面前說 其實就是可不可以跟你要個電話 不會 從他面前做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不會有那種一見鍾情 就覺得想要認識他 也會有 覺得這個女生不錯 但是就是沒有機會 沒有緣分這樣子 剛剛一展在愛的你知道嗎 對... 你會嗎 沒有 我說愛的意思是我也是 我也是 我感覺你是那種 真的覺得有興趣想要過去認識一下 不然你真的下一次見不到他了 對... 就很難 但你不會想要想辦法 就這一次去見到他 認識一下 你看我... 你會嗎 我們這趟去夏威夷 他也有去 對... 我們在夏達飯店游泳池 我遇到一個日本女孩子好漂亮 漂亮到時候 怎麼辦 怎麼辦 就不能怎麼辦 趕快去她面前游泳 就身材 她看在眼裡 就是我們個性 她聊就是 就只能遠觀 而不能卸完顏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算真的很主動 那這個是個性時 還是你們覺得說 有點公眾人物的身分 我是個性 你是個性嗎 我小時候很唱 不好意思 不是 我是自卑 可是你現在身材這麼好 你還有什麼好自卑 但那個自卑感還是 我必須說還是會在 就是... 沒有信心對不對 對 然後一方面就是怕被打槍吧 然後再加上公眾人物 所以讓他... 所以你有沒有措施掉很多 你喜歡的女生 就因為你沒有踏出這一步 我必須說還滿多的 所以只能在工作上 我們不要怪他好不好 怎麼都自己挖一個洞 眼神交流嘛對不對 眼神交流 每天都要交流 對 鐵人你怎麼看 私底下他 我是覺得他追女生的技巧 其實很... 其實算比較很弱 非常弱 那宥威的話 我覺得就跟他說的一樣 他是靠眼神在交匯 稍微這樣 但是問題是在 誰能抵得過他眼神 所以說他一定很有自信心 他非常有自信心 所以說 但是如果今天他錯過 他一定會錯過 就是他會覺得他... 他在那一刻如果眼神的交流 他沒有感覺到那種電力的話 他居然在喜歡那個女生 我覺得他都 可能不會去追求 主動追求 就像他剛剛說 他不會主動 跟女生要電話 或主動說 你可以跟你做朋友 我覺得他應該不是那樣的人 他應該是完全不是那樣的人 那一展呢 就是他是會 其實如果他遇到心意的對象 他會含蓄 但是他還是比我們之間 他是比較有勇氣衝出去的那個人 對 他是會比較有勇氣衝出去的那個 對 如果在小卓 小卓過後會更有勇氣 對 所以說你剛剛說工作上 對 因為其實他私底下是很 比較緊 但是在工作上的交集的話 因為工作其實是會遇到很多 同類型的女演員 他可能他就可以把感情寄託在 這些人身上這樣子 對 但是還是因為工作了 那私底下我沒有 私底下是做不到 你又要再挖洞給自己跳就好 那兩個嚴格來講 我覺得都還沒有到 非常的主動積極那種 不過他們 因為可能他們條件 特色 外型都不錯 所以應該還是會 滿多女生會對他們有興趣 有意思的 而且楊一展 從以前年輕的時候 是不是學校就是那種出風頭的 籃球校隊 然後 樂隊指揮 又樂隊指揮 然後你看又做模特兒 所以照理說你不應該沒有自信 對 你應該是風雲人物 沒有 因為國中之前我都是胖子 就是被人家糟蹋的那種 嫌棄的胖子 可是你看你後來你說你試鏡 每次幾乎都避重 那時候應該會沒有自信 那是在工作上我會得到 我告訴我 我一定要贏 我會有那個鬥志 可是一撕下的時候就其實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在跟你拍戲的過程中 你就是 比如說對方有欣賞 然後就是在演戲的時候 也很能夠釋放那個氣氛 可是下戲了之後 可是我們彼此可能 有一點感覺 那你會 把握住這個機會嗎 我會比較像惡愣子吧 我覺得 就是 通常要看什麼情況下 如果願意可以 有好的機會製造的話 不然我是又縮回去了 又縮回去 然後就把那個喜歡的感覺 趕快自己試試掉 有時候職業上是要這樣 但明天化妝的時候 有機會了 化妝的時候又演藝 又有機會了 所以演員就是 慢慢培養出感情 你知道嗎 那殺青你不難受死了 以後就沒有演成交流了 所以你就只能在那一天 給人家搂過去 這樣子才會演得好 只能把握殺青那一天 就是 對 應該怎麼 以我自己的個性的話 對 不然我還滿被動的 我已經很有 告訴自己要有勇氣了 這一路上他們 其實看得到有些改變 其實他們兩個真的就是 外型跟他們私底下的個性 真的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兩個才會變成 好朋友的感覺 對 好險經濟郭鐵人有來 讓我們可以再感覺到 對 不一樣的那個 對 前面兩個人都還在互相掌握 然後鐵人一出來 又開始有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火花 對 對啊 他還說會眼神交流 對 剛剛那個 他在講眼神交流的時候 我看佩晨其實很開心 就說再多講一點 多講一點 對啊 我們現在家庭主幕的生活 相當乏味 來 要來一點火花 我們要請佑威來眼神 跟妳交流一下好不好 眼神 如果今天這個女生 就是妳有一點興趣的女生 妳要怎麼樣看她 看她 像妳剛剛講的那樣子 來 不行 還來 就來 來 已經等不及了 這個導播拍得到嗎 他們的眼神 不是我的 妳看她眼神就是 妳的眼神也很明顯 她會閃爍的有沒有 沒有 她不會閃爍還是有閃爍 她沒有閃爍 你看那個光點有沒有 在她眼睛這樣特別的亮 會發亮點 好像有淚滴在裡面 真的 有睫毛膏廣告給你找她拍了 他們可以對鏡頭 然後我看螢幕接收她的點這樣 對 林二位 如果真的妳想像鏡頭 是妳喜歡的女生 就是那個妳想看的女生 小姐 一個人嗎 這樣很尷尬 你可以的 其實有時候男生就是這樣子 笑笑的 然後有點害羞 女生反而會比較喜歡 真的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沒有時候太侵略性地看 女生反而會害怕 真的 對 真的 就是要淡淡的 你最會 沒有 我覺得應該就是這樣 然後再配合陽光笑容 我們都差不多 對不對 年紀都這樣子 就差不多要這樣子 對 不要給對方有太多壓力 對 就是 就是如果覺得對方也 滿主動地回應的時候 就是在 就有 交集了 就會比較貼心地去 做一些舉動 讓她感受到這樣 對 特別照顧她一下 或是想到她 對 有誠意 對 應該就是這樣 這樣就很貼心了 而且大家當演員就知道 那種眼神的交流 到底是有心的 還是在閃力的感覺 對 會感覺錯 這樣子 對 拚得很開心 對 很開心 你們多聊一點 你們男生聊天 我們女生拚 感覺她眼神要看著妳的那種感覺 OK 所以如果 田南 你看這兩位 如果他們追女生 誰的成功率比較高 說真的 幼威吧 對 因為一展她比較直來直往 她就是 她追女生其實 我能說笨拙嗎 其實她會比較 所以妳已經說了 直接的說了 她比較單純 她比較 她就喜歡這個女生 我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出來 她喜歡 就是那種完全沒有掩飾 她也不能去包裝 但幼威的話 她會比較押注自己的 一些情緒反應 其實她就會比較 可以說 她可以去試探 她會找很多 但是一展她完全不會 她就是我今天喜歡你 我就追了 然後我全世界 那個女生完完全全就知道她喜歡她 真的 郭婷仁今天既然你來了 我們也都問到這裡了 我們就看到這個 比如說照報紙上拍到這個照片 那你覺得當時的狀態 以你的了解是怎麼樣 在拍戲那個時刻 然後那個當下一定是非常 因為她會 她很投入戲劇的東西 由於那段時間她走不出來 比方說她拍四個月 拍五個月 她那段時間她就是非常的 會去愛那個人 那個人就是她生命中的另外一拍 對 這個是絕對正確 經紀人 講太多了 那能不能說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那拍完戲以後呢 對 拍完戲到底怎麼了 抽不抽回來就是 藝術 就是要看哪個藝術 藝術 郭婷仁今天既然你來了 我們也都問到這裡了 我們就看到這個 比如說報紙上拍到這個照片 那你覺得當時的狀態 以你的了解是怎麼樣 拍戲當下一定會喜歡 不管是 就是在拍戲那個時刻 然後那個當下一定是非常 因為她會 她很投入戲劇的東西 她有時候在看劇本或什麼 她可以一整天就在那邊翻 然後一直背 她是那種苦工型的演員 所以說我相信 她要愛這個女生她就會 因為在那個時刻她就會很愛她 由於那段時間她走不出來 比方說她拍四個月 拍五個月 她那段時間她就是非常地 會去愛那個人 那個人就是她 對 這個是絕對正確 警局人講太多了 那能不能說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那拍完戲以後呢 對 拍完戲以後是重點 抽不抽回來就是 就是要看哪個月 對 但一個巴掌拍不響 這個縱使對不對 就是也是要兩個人都要 同樣的 有些人可以說得回來 有些人不行 但有些人時間長短不一樣 對 好中肯 剩下的我們就留給觀眾 對 自己想像空間 去回味 大家都已經說到 一個巴掌拍不響 再下去 再下去有更多了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緩和一下 看一下 看他下一點 他已經脫了 對 等一下最後剩吊嘎了 來 最後一點 誰的同性緣比較好 絕對是他們兩個 同性緣 怎麼說 為什麼 就他來講 我就已經看了不少了 對他有感覺 對 就是可能 之前去健身房 或者是 可能在... 就是健身房會有一些 同性的男生 他就... 他看我的感覺就是比較不一樣 或者是去游泳池 可能有一次就是這樣 就是去健身 健身房就去淋浴 淋浴他們就會把連打開說 我可以跟你做朋友 因為 就是會很直接 對 但是問一說在就是 我比較能接收到就是 同性之間 給我的那個感覺 勝過 超過女生 對 所以說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因為我... 我媽媽比較想要生女兒 然後我有一個哥哥 但是他生我的時候 他就一直滿腦子很想生女兒 想要生女兒 就生出男的他 當下他是完全不抱我 但是他就把我當女生在搖 至於說 所以從小到大 他就是把我當 從小給你芭比王 好可憐 你家買Kanny 買芭比 對 他是真的很有同性緣 我們都有很多同性的朋友 對 然後他就是特別會惹人疼的那一種 對 這樣很幸福 很好 對不對 林宥威也是男粉絲很多的 那如果是 會嗎 以前 這題的話 我們兩個應該 我會覺得是我 因為其實我的個性就是 其實我會滿 在一個環境裡面會滿 為對方著想 或會大方向著想 所以我會比較 展現出比較好相處的一面 所以在同性的朋友裡面 會覺得 跟林宥威沒什麼壓力 就會滿容易就 譬如說就是跟我聊聊天 就會變得還沒什麼壓力 就會變成朋友這樣 但在一個環境裡面 一展他就會比較酷 然後他 我說有時候覺得 不可能吧 因為我認識的他完全不是那個樣子 真的嗎 因為我跟他小卓 我比較少跟宥威喝酒或小卓 那我就發現 他可能跟我個性真的很像 因為我也是那種很悶 就是我完全就是 在現場是完全 大家覺得你是一個很陰沉的人 對 但是其實我在可能小卓以後 小卓以後 才會卸下那個壓力 心短跟壓力 對 所以就比較 這一點我就覺得他跟我很像 但是不曉得我們說對 所以楊宥仔 他喝完會怎麼樣 他喝完就 沒有啊 我喝完又怎麼樣 你眼睛不要亮 你眼睛會怎麼樣嗎 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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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剛剛給他一點自由 對 楊宥仔 他喝完會 比如說 就像他說的吧 像是曉雯說的 他喝完會 我覺得是釋放壓力 那有的人比如說 平常都不敢講英文 喝完酒 他就滿口英文 那他是怎麼樣 因為他酒量很好 很討厭 你聽不清楚 你聽不清楚 其實我覺得超級堅硬 其實我覺得我不是堅硬 就是大家看到我可能就是 比較有禮貌 我覺得就是 那是人跟人之間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是要互相尊重 所以我會比較 比較耐心一點 要教養 但不代表我是一個脾氣好 又斯文 又怎麼樣 因為大家都覺得 我是一個脾氣好的人 其實我脾氣並不好 而且我非常的著急 個性是很急躁的 我開車也開很快 然後其實我 個性也很容易 就是那種開車 下來跟人家吵架那種 也是會的 可是我做幾朋友到現在 都看不到 都不會看不到 你們有看過 你又會生氣嗎 我沒有看從來嗎 沒有 因為沒有什麼值得生氣的事情 你又不會都是 回家以後都很生氣 沒有 不會這樣 要去開車卸汗 對 但是就是喝酒就是會 比較放鬆一點 所以就可能會 畫邊的比較多一點 這樣子而已 那肢體呢 會來嗎 就是會不會說 兄弟我愛你這樣 就是 不會的愛 我們常常這樣唱的 OK啦 可能會特別去勾朋友什麼 也是會的 對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誰開車 因為他們剛剛都有說 兩個人常聊車什麼的 那我本來以為是 李恩惠都不會開快車 但他剛剛就有講說 好像會 對 所以如果 你們有一起 比如說開車或是 坐過對方車或什麼 像我們有一個車隊 對 就兩個爸爸正好 認識了裡面的導演 然後他也很愛車子 後來我們就乾脆 來弄個明星車隊 一起可以為慈善做一些事情 也可以讓自己在 很正當的情況下去玩車子 對 所以我們在大鵬灣 那邊有國際的賽事場 上面就是 他開得比我還快 就以單圈成績的話 他的技巧 他的純熟度 都會比我還要好一些 真的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 老天爺的造人 其實是很奇妙的 他如果給你一個 很 譬如說很溫柔的外表 如果我看起來 其實我講話很大聲 然後我很執照 然後給一個 可能他外表凶凶 那就是他的保護色 但他可能裡面的個性是 很溫順 對 反而是講話輕聲細語的這樣 所以他們兩個反而 楊英嵘是比較溫柔的感覺 反而 一般人看不到 對不對 一般人 可是一般人看不到 是真的 就是在外觀上看起來 不是外觀 就是一般人 自視的印象裡面 會覺得他個性比較衝 對 有時候我們拍戲的時候 也是會 有現場一些狀況 他就會很直接的表達出來 大家就 脾氣可能不太很好 不是很好 那我就比較不會 我就會默默的看一下 看你什麼情況 但其實實際上的個性 可能我比較衝一點 他可能會比較 溫柔一點 我覺得 看不到 開圈的時候 感覺楊英嵘對女生是比較 小心呵護 輕聲細語 我也是 你是嗎 我是 還是你是大男人 在愛你 有一點 但其實就是對女生 還是會滿溫柔的 對 他紳士 紳士 但我覺得他對於愛情 他是滿執著的 好 所以 那要再繼續問一下 好 郭鐵仁 因為他看得很清楚 對 我們有分類三大點出來 好 我們讓郭鐵仁來分析一下 好 來看一下第一點 誰比較有意氣 好 我覺得要先聽他們各自表述 然後最後再有這個郭仲才 因為他今天坐在這個仲才的位置 仲才一下 我覺得一展應該會比我有意氣 但是不代表我沒有意氣 這兩個答案 OK 這一個答案算中肯 對啊 但他有獎 他覺得非常重朋友的一個個性 我們給他們一個狀況題好了 好 如果今天郭鐵仁需要跟他 怎樣 我們都想到一樣的狀況嗎 換肝 換肝 換肝太多 我跟你講 剩 剩有兩顆 可以給一顆 好不好 好 郭鐵仁今天剩虧 剩無能 極需要一顆剩 而且你們兩個剛好都符合 可以捐給他 是 這是一人捐一顆的意思 不用 太多了 沒有啦 我覺得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一定是一展比較有意氣 為什麼 真的 他不行 林二威推薦他 你去吧 你先讓我把孩子生了 好不好 我就一定去 所以感覺上應該是說 如果打一通電話說 現在要出來 比如說郭鐵仁現在問 立馬 他是失戀了 然後真的很需要兄弟出來聊一聊 誰 你覺得誰會有藉口說 明天再說 有什麼事電話說就好了 我現在在忙不能出來 晚上12點 我心情很不好想找人出來聊聊天 喝個小酒 對 就我認識他們兩個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一定 會一不容辭就會出來 不管會拋下一切都會出來 只是說我跟一展是 互動會比較密切 就是因為我們的工作跟生活 都綁在一起 所以說這樣的情況 其實發生很多次了 就是說我只要心情不好或是意不好 如果真的 因為我是一個很硬的人 如果真的會有需要 再打電話給他說 你要不要陪我出來的時候 那就已經到了 其實已經 沒有辦法挽救的那種地步 就是已經到很傻了 所以我就 我打給他 他已經 他不會說任何理由 他就會出來 不管他現在在幹嘛 或是怎麼樣 所以他在排戲他也會 還有是用我們兩個坐著近 對 也是 回家一定要經過他家線 真的很近 真的是超近的 那你有在這種情況下 約過林宥威嗎 就比較沒有 對 是因為你知道他不會出來嗎 沒有 怕出來兩個都默默悶悶的 他比他還悶 越來越悶 因為他們兩個其實 某種程度上是滿輕的 就是滿內向的 對 如果像 如果有什麼心情不好的事情 我也不會那麼輕易地找朋友 對 除非是真的真的需要朋友 喝一杯的時候 我就會找他很少 很少 非常少 OK 好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 還有 我們來看一下 可以考驗一下 好 第二個 誰的追女技巧比較高超 剛剛我們好像有大概問一些東西 絕對不會是我 可是兩個好像都滿 也不會是我 那就是他 那就是他